我們今天收到一台16S KS 16S 那基本上是要換內胎 然後 今天我看到這條輪胎其實 這車主應該是蠻有實力的 因為這條胎其實不好駕馭 因為它比較尖 它的胎型是比較尖一點的 打寶太壓的話這邊會比較尖一點 比較不好駕馭 然後來的時候已經全部都拆開了 然後燈殼也破掉了 我幫它做了一下簡單的修補 然後踏板忘記帶 我們就下次來的時候再幫它安裝踏板 好 繼續做更換內胎 然後做清潔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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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